周先生的仓库里放了不少衣服 他说十多个员工都是亲戚朋友 每人经营这一家网店 2016年开始通过运达快递基建 每年光快递费就要100多万 前几天有员工反映 快递称重存在问题 以前因为我们卖的东西很杂 大概可能有几百个款式 然后各种重量我们也没去查过 然后最近为什么发现这个呢 是因为有一款那个重量就是零年级 他们的就是账单上面给我们的重量是2.2公斤 现场称重这件棉麻单衬衫 重量是0.355公斤 快递公司反馈的称重则是2.2公斤 除了衬衫 周先生说还有几种款式衣服也存在称重异常 比如这件羽绒服称重0.385公斤 快递公司记录是3公斤 周先生告诉记者 超过1公斤属于超重 根据到达省市不同加收价格不等的超重费 他又拿出运达快递结算单 说是单单一个网店 一月份超重金额就有3500多元 他认为这很反常 发现这一情况后 他查了快递公司一年多来发过来的抵单 超重都会被单独标注 他所有超重的概率 那个错误的概率非常大 就我们随便抽查了几个就是有明显异常 具体概率应该有百分之 他超重这块的那个概率有大概有百分之二十 我们也会有一些 偶尔有一些那个件会超重 但是不会那么多 我希望他把我们19年到20年 这些人算得出来的要退给我 比如他是上涨了我们百分之十个印费 或者百分之二十 那他就要退还这些 找到运达快递萧山宁威网点 一位朱经理拿出欠款明细 说周先生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3月份 已经欠款14万多 并指出是周先生故意找茬 不想结清欠款 朱经理调出后台数据 上面显示那件衬衫的重量确实是两公斤多 一件衬衫为什么会有两公斤重 朱经理说可能里面不止一件 也可能有赠品 也可能包装盒比较重 对此周先生不接受 提出从几百个异常称重订单中挑选几个 给买家打电话进行核实 你说买家他都根本证明不了 你现在挑几个 你说他几百单 你现在你说你几百单 你现在帮几百单 你啪挑了两个 你说几百单 这有些是虚头呀 是不是 你或者你给买家沟通好了 我们也是不知道 我们的称是绝对没有问题 知道吧 我们的称绝对没有问题 朱经理坚持站点的称重没有问题 并要求周先生尽快结清欠款 周先生方面答应付清欠款 而至于称重的问题 他打算再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 1818黄金一人记者报道